武神主宰 第5693章 突破大地 作者 按摩师 方木林沉声道 逍遥前辈 你们引动初始宇宙之力前往那黑洞尽头 拓拔前辈 我等马上传讯父亲他们 让他们调动整个南十三星域的大道之力过来 话落 方木林当即身形一晃 传讯而去 片刻后 初始宇宙外围的宇宙海之力 也请客间沸腾了 初始宇宙外 无数宇宙海中的大道之力滚滚而来 有了这宇宙海大道之力的支撑 初始宇宙中的大道之力 可以说是无穷无尽 根本不用担心会枯竭 这小妮子 逍遥至尊摇了摇头 发出一道讯息后 当即盘膝而坐 引动整个初始宇宙的大道之力 冲入那混沌星河之中 暗宇宙 由名星河所在 暗宇宙主人此刻 也盘膝而坐 在他身边 是天机阁主等超脱强者 同样引动暗宇宙之力 进入到这幽冥星河之中 哄 在众人的帮助之下 一道道滚滚地出使宇宙大道气息 蜂拥进入那片虚空天地 宛若海啸 明鉴 死灵长河本源所在 秦晨周身大道涌动 三千明界大道之力 和阳间的大道气息融合 在重塑秦晨的肉身 轰隆隆 一道可怕的大地气息 从秦晨身体中激荡而出 迅速攀升 直冲天际 大地 秦晨难难感受着自己的肉身 他那原本由血肉凝聚的肉身 此刻在阴阳大道的融合之下 已然向着规则方面演化 以大道规则之力 重塑肉身 那场景之害人 震撼世间 石荒大地等明界大地们 见状颤抖道 以三千大道演化规则 这小子 好大的手笔 要知道 他们这些家伙成就大地 都是以一个主道突破的 天地间大道万千 又有谁有资格融合天下 所有的大道规则呢 仅仅是掌控一个大道 就已经极其难得了 更别说是掌控三千大道了 万道容身 这已经是冥藏大地所走的 通往神地的道路了 可现在 秦晨一个巅峰超脱突破大地 竟就走了这三千大道之路 让众人如何不害人 以一道成大地 便可纵横万古 那么 以冥界无尽三千主道突破大地 将来的成就又会如何 众人心颤 但又感到疑惑 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为什么这世上 竟有人能掌控三千大道规则之力 不可思议 震撼 难以置信 骇然 各种情绪涌动 让石荒大地他们彻底失色 因为 如今秦晨仅仅是刚突破大地 那席卷而来的大地威压 就已经令他们感受到无尽的压力 呼吸困难了 不远处 冥藏大地亦是心惊 死灵长河本源后的世界 和秦晨身上的变化 已然超出了他一开始的预料 事情已经朝着不受他控制的方向发展了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平平地失去控制 让冥藏大地心中 涌现强烈的危机之感 可恶 小子 就算你突破大地又如何 区区大地 焉能足本神地 冥藏大地再也按耐不住 神色疯狂间 燃烧自身本源 猛地引动死灵长河之力 哄 死灵长河激荡 一到今天的神地之威席卷 将那三具死灵石像 猛地震飞出去 同时 那可怕的力量涌动而来 带着无可匹敌的神地之威 一瞬间镇压在死灵长河本源之上 要封锁后方的天地大道 阻隔秦晨对阳间的力量汲取 阻止他的突破 大哥哥 笑笑浑身俱阵 在冥藏大地的威压之下 剧烈颤抖 无力维持后方黑洞的打开 小子 虽然你带回了这死灵长河之灵 但是 如今的他 根本无法掌控死灵长河 只要镇压住了他 便可封锁这黑洞天地 届时 你还如何突破 冥藏大地怒喝 以他的眼光一眼就看出来了 秦晨想要突破大地 必须融合阳间气息 只要封锁住了那黑洞 秦晨便无法继续突破 刹那间 一道道可怕的神地 威压笼罩而来 他没有针对秦晨 而是直接镇压笑笑 要封锁黑洞虚空 大哥哥 笑笑好难受 笑笑在冥藏大地的压制之下 有些痛苦地说道 这 麻烦了 不远处 魔力变色了 宁木瑶心中一事一惊 他们没想到 冥藏大地的实力 竟然如此可怕 直接镇压住了笑笑 这么多年 镇守死灵长河 让冥藏大地 对死灵长河的掌控 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惊人的地步 哈哈 小子 你也去死 轰隆 冥藏大地龙行虎步 周身无尽神威绽放 他一步跨出 一拳猛地轰向秦晨 隆隆轰鸣声中 一股可怕的气息沿着虚空 朝着秦晨疏的传递而来 因果攻击 隐约间 秦晨似乎看到 自己因为阻碍了冥藏大地成为神帝 彼此之间产生了某种因果 而冥藏大地通过这种因果之力 竟是直接将攻击传递到了自己身上 哄 正突破着的秦晨身躯一阵 不曾凝固成形的倒体激荡 仿佛要碎裂开一般 如今的他 正冲刺大地境界中 如何扛得住冥藏大地这尊半部神帝的巅峰一击 那不曾成形的倒体之上 竟出现了道道裂纹 哈哈 小子 本地早已跨入半部神帝境界 就算你以三千大道突破大地又如何 凭你一人 如何阻我 冥藏大地怒吓 肆无忌惮的疯狂攻击 可怕的神威不断镇压笑笑和秦晨 令得秦晨身上迅速出现道道裂纹 该死 秦公子 你坚持住 宁木摇一摇牙 面色很立 身形猛地要向前冲去 只是还没等他冲出去 却是被秦晨猛地拦住 别着急 秦晨浑身涌动可怕气息 嘴角含着笑容 都这时候了 还不急 宁木摇难以置信看着秦晨 其他人也都一惊 这家伙 该不会还有底牌吧 秦晨转头看着冥藏大地 冷漠道 冥藏大地 当年你设计冥神 你觉得以冥神的实力 会一点都没有察觉吗 你什么意思啊 冥藏大地心中一惊 不对 你是想破坏我的道心 破坏你道心 你想多了 秦晨难难 你太小看冥神了 也太小看这个天下的人了 你隐藏了这么久 有没有想过 你是黄雀捕蝉 但却有螳螂在后 小子 闭嘴 有什么手段大可施展出来 装神弄鬼 看本地如何打抱你 冥藏大地怒喝咆哮 疯狂催动死灵长河之力 滚鬼压制而下 轰咖 秦晨身上裂纹愈发深邃 但是 秦晨嘴角依旧含笑 这表情让冥藏大地心中忐忑流转 莫名地感觉到了一丝不安 我也是直到刚刚才明白过来 这一切 其实冥冥中皆有定数 我等 都只是命运中的一条鱼儿 都是想要挣脱命运束缚的鱼儿罢了 秦晨喃喃开口 看向笑笑 咧嘴笑了 笑笑 你坚持一下 大哥哥这就找人帮你 话音落下 轰隆一声 秦晨体内 一股可怕的罪孽之力 陡然涌动了出来 这一道罪孽之力一散一出来 立刻与死灵国度外的死灵长河 产生了共鸣 那被冥藏大帝催动 疯狂压制向笑笑和秦晨的死灵长河 此刻竟是猛地颤动了起来 这事 冥藏大帝一惊 在这一刹那 他感觉到 自己掌控的死灵长河 竟隐隐有了一丝松动 怎么回事 他惊怒看向 秦晨释放出的罪孽之力 瞳孔一缩 永结涅海之力 这小子 竟然掌控了一丝明月女帝的永结涅海之力 他想要做什么 五月明帝 十殿炎帝等人一眼就认出了秦晨施展出的力量 竟然是永结涅海之力 心中不由一惊 思思 你感应到这里了吗 秦晨低头 目光瞬间穿透无尽的虚空 看向了永结涅海 这一眼 他仿佛看到了永结涅海深处的古朴宫殿 看到了宫殿中六玉魔晴前 修炼突破的思思 哄 下一刻 原本在九名近空大阵 罪孽守护笼罩下 极其平静的永结涅海 此刻莫名的剧烈沸腾了起来 永结涅海核心之处 正镇守此地的不死帝尊 和暗心灵女 骤然睁开眼睛 豁然抬头 惊骇看向无尽天际之上 在那里 冥界的母亲和死灵长河 竟然缓缓地浮现了出来 仿佛与永结涅海 产生了某种共鸣 陈 四命殿 罪孽星辰 六玉魔晴 这三件至宝笼罩下的核心宫殿中 浑身流转罪孽气息 正闭关突破中的思思四世 感应到了什么 突然睁开了眼睛 看向了头顶的死灵长河 是陈 他在 死灵长河之中 需要我的帮助 一声嘻喃 陈思思 漠然冲天起 轰 他浑身 斜裹着核心宫殿 和三大至宝 下一刻 在所有人 骇然的目光中 原本悬浮在 冥界的永结涅海 隆隆冲天起 化作一条浩荡的 黑色天河 与头顶上的死灵长河 骤然接触在了一起 如大江龟流 长河入海 永结涅海 和死灵长河交汇在一起 竟然没有半点的不和谐 两条理因截然不同的长河此刻交融 立刻爆发出了通天的气息 哄 思思身形冲天 融入死灵长河中 那死灵长河 对他竟是没有半点的阻碍 反而是如同众星捧月一般环绕着他 宛若穿越了无尽虚空 一瞬间降临到了死灵国度中的核心之地 出现在了秦晨身旁 本章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